德云社的嫂子一个比一个漂亮 看到孟嫂嘟嘴的视频 网友们直呼孟嫂太可爱了 近日孟贺堂在社交平台晒出与孟嫂骑行的视频 视频中孟哥带着徒弟与孟嫂一起户外骑行 孟嫂应该是刚刚学骑自行车 看到孟嫂不会停车 孟哥则是提醒孟嫂先刹车再伸脚 没想到孟嫂却撒起娇来 嘟嘴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 都给孟哥逗笑了 看到两人甜蜜的视频 网友们直呼磕道了 虽然孟哥很少说自己家的私事 但都知道孟哥已经结婚了 更是在节目中坦然自己已经结婚了 问你个问题吧 有女朋友吗 我没有女朋友 我都结婚了 这还是孟哥第一次在社交平台 晒出与妻子的合影 孟贺堂作为公众人物 将孟嫂保护得非常好 几乎从来没有在大众面前露过面 但强大的网友通过两人的互动 发现了孟嫂的社交账号 孟嫂经常会晒一些日常的健身视频 还有就是宠物Eno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丙嫂娇美妆穿搭 孟嫂娇健身 德云社的嫂子包揽了我们的日常 都知道孟哥喜欢钓鱼 孟嫂还发过一期 为孟哥整理钓具的视频 除此之外 还有网友 八出两人还经常一起出去钓鱼 不得不说 德云社的宠媳妇是遗传的 孟嫂钓鱼扎线了 立马就交给孟哥 孟嫂接过孟哥的鱼竿接着钓 孟哥则是默默地处理 除此之外孟贺堂也在节目中爆料 经常在家给媳妇做饭 据悉两人在2018年就已经登记结婚 在巴黎岛举行的婚礼 两人是通过于老师认识的 因为那时的孟贺堂在于老师马场帮忙卖马 而孟嫂过来买马 一来二去 两人就慢慢地熟悉了 确定了关系 如今两人已经结婚五年 从两人的日常互动调侃来看 也是一对非常幽默的搞笑夫妻 不得不说 德云社的嫂子还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你们觉得呢 假许太 Ama